天昊 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 人類與環境之生物放大作用 什麼是生物放大作用 怎麼樣才會放大有放多大 生物放大作用呢 就是小雞慢慢放大變大隻 然後最後變成一隻超大隻的雞 對吧,然後就叫生物放大作用 但不是啊,這不是生物放大作用 它不是說我們的生物越來越大 它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況好了 接下來它就會衍生出生物放大作用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大家應該知道 對生物是有毒的吧 對不對,就是你吃一些東西 其實媽媽或者是爸爸 我們告訴你,或者老師就跟你講 這東西有毒不要吃 對不對 其實我們就把毒啊 我們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呢 我們說它是可以排出體外的 就是你吃下去之後啊 它可以排出體外 那第二種呢 它就是不能夠排出的 我就寫不可以就好了 它不可以排出 好,那這時候發生什麼情況呢 如果你今天吃了這個 就是毒 你就這樣可能在你吃東西的時候 不能把它吃進去了 你吃到這種可排出了 那這時候呢 可能在你身體裡面啊 就會把這個毒就分解掉了 OK嗎?或者是隨著你的這個大便 然後或者是尿尿 或者是一些代謝它就跑出來了 OK,所以你身體這時候就沒有毒了 對吧 好,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你吃到的是這種不可被代謝的毒 欸,如果就是不可被 沒有辦法被排出體外的嘛 那如果這時候你吃下去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你吃下去 然後在你上廁所也不能排出體外 那你如果吃過量 或吃到很多很多這種毒的話 那最後你就只好 跟這個世界說say goodbye了 那到底怎麼怎麼莫名其妙 你會吃到這麼多毒啊 平常不就吃一些食物嗎 怎麼會吃到這麼多毒 我們來看看喔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首先呢 可能呢 剛開始可能有一些這個植物嘛 像這種藻類啊 或是什麼東西 在水裡面 對,然後呢 結果可能有工廠排出一些廢水 欸,帶有毒 欸,結果污染到了這些植物了 好,接下來呢 可能有一些魚啊 是以這種這個植物 或者這個藻類為食 好,可能剛開始啊 在這個 假設我們現在在片湖泊裡面 湖泊裡面可能會有一些藻類啊 對吧 然後這時候可能就有一家不孝的工廠 他排出一些廢水 裡面還有一些毒 而且是這種紅色不能夠被代謝掉 不能夠被排出體外的 於是這時候呢 就有一些魚類啊 他是以這些植物為食的啊 對吧 於是他可能就吃了這個植物之後呢 然後這個毒就到他身上了 可能他如果今天吃了 一個草有一個褲子 所以他如果今天吃了三個草 這時候他就帶了三個褲子在他身上 對吧 而且我們說這種毒是不能夠被排出體外的 所以他就會繼續帶在這隻魚身上 接下來可能有一隻更大隻的魚 然後又要吃這個小魚 然後呢 他如果吃了兩隻的話 那這座他身上就有六個毒帶他身上了吧 然後一樣呢 毒傳到他身上之後呢 也不能被排出體外 於是接下來就繼續吃下去 如果這時候有另外一隻更大隻的魚 要來吃這個小魚 欸 他如果今天吃了兩隻這個小魚 那 他會有幾個褲子 一隻有六個嘛 對不對 所以兩隻就會有 十二個 對吧 所以他這時候就帶了這麼多毒在身上了 可是 可能這些毒 欸 還不足以拉致死 於是這時候莫名其妙 就有一個原始人 然後呢 把這隻魚撈起來 然後可能撈了兩三隻魚 是吃完之後 他滿身都是毒 於是就決定跟這個世界說 say goodbye了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這個毒呢 隨著從我們的植物啊 生產者到我們消費者 接下來再一路順著這個食物鏈 一直吃下去 結果最後 喔 我發現這個毒 越累積越多了耶 有沒有 原本只有一個呀 怎麼後來最後吃到的人變這麼多個毒 對吧 有沒有發現他放大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生物放大作用 它其實是指啊 一些不能夠被排出體外的這種毒素 一直被不斷的吃上去吃上去 於是這些毒呢 傳到最後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他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多喔 好 那究竟呢 我們會在什麼地方看到這些毒喔 其實你看像重金屬其實就在一些 我們的工業的一些工廠啊 他在有一些金屬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他在排出的廢水 可能裡面就帶有重金屬 於是排到這些 如果農田啦 或是什麼 沒有經過處理 那這時候就會污染到我們的 水田或稻米 那如果還有呢 代曜星大學 我哪沒看到 可能在你如果你去燒塑膠袋的時候 他會在燃燒的過程中 變成氣體 釋放到空氣之中喔 然後所以如果有些 不小心接觸到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滯留在你身體裡面喔 或者像是多濾聯本啊 他可能在一些工業的原料裡面 或者像是這種 絕圓體啊 或者這種材料裡面 會看到喔 然後可能不小心你吃到的時候 他就會累積到身體裡面了 他就不會被排出去了 好 所以大家知道生物放大作用 究竟是什麼東西嗎 生物放大作用 就是在指我們 沒有辦法被排出體外毒素 一直順著食物鏈 不斷的累積上去喔 如果大家一直記不得 到底什麼是生物放大作用 如果大家忘記了之後 就可以回想一下這張圖喔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